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 上集讲到齐桓公的晚年 因为宠信蚱神 最后就搞到自己不得善终 正所谓山中无老虎 猴猴青大王 齐桓公死了之后 列国之间风烟再起 实在很需要有一位新的霸主出现 宋相公在这个moment 就进入了历史舞台 正当大家都认为 有一位新的霸主出现的时候 这个宋相公就做了很多 就算你没戴眼镜 都会将眼镜掉落地的事情 最终就导致了一个很不幸的结局 一直以来在历史上都很有争议 究竟所谓的春秋五霸 包括这个宋相公 有人认为他品行高尚 值得清道 也有人认为他行为怪诞 处是糊涂荒唐 根本上就不配得上 成为一代霸主 那究竟在历史上的宋相公 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一直都被受争议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在公元前的六四五年 在宋国发生了几件怪事 忽然间在天上 跌了一块银石下来 哇 这些这么突发的新闻 马上就由当地的电视台 走到现场那里采访 你好 我是明天看真点的节目主持人 欧錦棠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这个天外飞仙的解剖过程 这个飞仙是极其珍贵的 今晚我们首次读家大披露 为了令大家能够看真点 我们将会一年五晚不断重复重复 再重复 整个这么珍贵的解剖过程 目求令到大家重复重复 又重复 去看真点这条片而已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找到 各位发现飞仙的龙夫 想来现身说法 不过 现在请我们访问一下 这个龙夫的老母 隔离轮社的儿子 的表叔公 曹宏威博士 嘿 快点入正题啦 好的好的 大家稍安无措 在我们入正题之前 请一下去广告先 曾共度过漫长的岁月 体足五万 令你了解多一点 整日重播 亦全不变样 三本日复工 你创造美好 Happy Birthday 但为什么那个logo是死 姐姐 半里成长本港台 长播习惯 不会解 相传说宋国在当年 真的有五粒银石跌下来 然后还有人见到 有六只鸟仔在天上面飞 仔细一看 那些鸟仔 不是正向这样飞 是倒转着飞 这些东西都记载了在史书里面 差在没有跟你说 看到一个外星人的尸体 或是要解剖的 我们经常都听一句说话 就是天变有异象 人变有异象 哇 一有这些反常的现象 那就证明 一定是变天了 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推测 很可能 这些所谓的银石也好 或者是 有人见到那些鸟仔倒转飞 最有动机制造这种语论的人是谁 很明显 就是宋商工他自己 是啊 五粒银石刚巧得这么巧就 在你宋国里面 人家隔离的猪猴过 又见不到那些鸟仔倒转飞 是得你看到 所以整件事其实是很可疑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 就算是所谓的日食 大家都觉得很害怕 所以一听到这些传言 而且又没办法可以求证到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心信不疑 刚巧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神棍在宋商工旁边 宋商工就扮到 好像什么都不懂 就请教对方 哎呀 有五粒银石 撞了来寡人的风地 又有六只鸟仔倒转飞 究竟 是象征住鸡 还是象征住胸 神棍就说了 哎呀 商工啊 这是一件事啊 这五粒银石 代表的就是众星捧月 代表送商工 你未来会受到其他诸侯的拥戴 你 你会称霸的 但是 那六只鸟仔倒转飞 有什么意思呢 哎呀 商工啊 难道你这样都不明白吗 那六只鸟仔是在跟你说的 他说如果你不做霸主的话 他们就不肯回家呀 哎呀 我都不想令到那六只鸟仔失望 既然是这样 那看来寡人 真是天选之仁啊 商工万福 商工万岁呀 正所谓 天边有以上 人边有以上 商工啊 商工 你今天起身照镜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你面上面的那粒暗瘡 忽然间 变成了一粒肉脉啊 而且 还有一条毛毛生了出来 商工啊 你 你就是下一个霸主 我都很想不是 但是没办法 既然他天选了寡人 那寡人 就只可以 尊尊天命了 你快叫ATV 将这件事广为流传 我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我送商工 将会成为新一代的霸主 还有啊 叫他们每晚都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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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报道这件事 哎 反正他们也没东西播的了 一定要给我报道这件事 哦 原来所有事都是送商工搞出来的 那么多年来 可能我们都真的怪错了本港台 对不起 好了 送商工就自此立事要成为新一代的霸主 那我们在讲送商工做霸主之前 首先讲一讲他爹 和一些历史背景 送商工的爹就是宋桓公 当年齐桓公全盈救惠 惠国的子民被那些北敌人屠杀 就着草游了去黄河对岸 因为齐桓公实在来得太远了 他没办法这么快来到 所以第一个出现的是宋桓公 宋桓公和齐桓公 除了个名字差不多之外 他也算是齐桓公的头码 我们看回每一次诸侯盟会的时候 讲完齐桓公之后 下一个就会讲宋桓公了 而去到后来的葵休之会那一年 宋桓公就走先一步 根据当时的周礼 爹死了的话 那个儿子应该在家里守候 但是齐桓公就恩准 这个未来的宋桓公 以太子的身份参加了 这个葵休之会 所以齐桓公其实是很照顾这个宋桓公 当他好像是自己巴打的儿子 而宋桓公的继位也有一段故事 本身他已经是宋国的太子 他母亲也是证室 所以他是名正言顺的嫡子 宋桓公还有一个哥哥 但是那个哥哥是妾氏所生的 所以是输出的 这个哥哥就是公子鱼 公子鱼这个人既有才干又有德行 可能宋桓公刚巧又在外国浸完咸水回来 所以有点点鬼仔性的 我们的春秋影帝宋桓公就跟他爹地说 爹地啊 虽然我自小就在外国读书 又在罗兹威尔大学那里 拿了一个master的degree 但是我没有哥哥他那么有德行 所以这个太子我不干了 我让给哥哥他做 于是乎爹地宋桓公就说 好实在太好了 蝎阳是我们作为君主的美德 为父真是很高兴 你吃汉堡包和薯条大 都没有忘记到我们的先祖为分 好了 那我就征求一下你哥哥的意思了 那爹地就走出去问公子鱼 那公子鱼就说 爹啊 弟弟他说我有德行 有才干 在这个天下里面 还有谁可以让出君为 更加之有德行啊 我自问自己的心胸 真是没办法可以好像他那样 那么广阔的 他才是全天下里面最人厚的人 爹 如果你也要逼我去接这个军位 那我就离家出走 说完之后呢 公子鱼真的离家出走的 那送援公没办法 最后又只可以找回送双公主 爹地啊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想要你的家产啊 但是既然哥哥他已经离家出走 你又对我有这么大期望 好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 做送国的君主啦 那送双公计位之后呢 就将他哥公子鱼 请了过来 叫哥哥一起 和自己打理送国的国政 之前就让言 是不是 现在就任言 哇 你差在不是女人啊 如果不是 可能现在他的精致牌坊还冻在那里 那公子鱼的确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 他也都帮送国 将所有的国政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所有的诸侯都见到他两兄弟和睦相处 大家都对送双公这个人寄予厚谋 就连管仲和齐援公 一见到他都会树起了所有的子公 齐援公相当之弃重 和信任这个送双公 因为齐援公那些政室 并没有生到子 所以理论上 所有的妾侍所生的那些子 他都有皇位的继承权 就算立哪个做太子 都不安全 那管仲就叫齐援公立完太子之后 要帮这个太子找一个靠山 这个靠山就是送双公 齐援公和管仲 就将以后的齐孝公 交托了给送双公 果不其然 管仲一死 齐援公那帮儿子就开始争权夺利 齐援公的晚年之所以这么凄惨 也是因为他那帮儿子 在争这个皇位继承权 所以在最后关头 送双公就带着自己的部队 去征讨齐援公的那五个役子 他要过问这件事 要帮齐国糾正这个财务 送双公真是不惹小的 一出马 那五个公子就雕窥气甲 最后也都立了齐援公和管仲 托沽给他的那个齐孝公上位 哇 竟然连齐国的内乱都可以搞得定 再加上有明天看真点的宣传 送双公的威望 一下子就冲上云霄 甚至乎还包办齐援公的丧事 听说 送双公还亲自扎了一对同男同女 烧给齐援公 所以大家看到送双公这么出位 马上就知道 他有争霸之心 而齐援公死了之后 所有的诸侯国就像一盘散沙 郑国马上就投靠了楚国 而当年齐援公全盈救惠 这个惠国和盈国 又因为一些小事而打了起身 西庸 北迪 东尔 这些周边的食人族也都开始蠢蠢欲动 在最严重的时候 甚至乎还将皇室包围了起身 所以在这个moment 中原地区很需要一个霸主 那究竟送双公也有没有办法成为到这个霸主呢 我们就留下集再说 我们就留下集团了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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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留下集团了起身